所以我先請教這個教授 也就是說到目前來講 那今天軍演暫時告一段落 雖然央視說還沒有 今天還是會有一些軍事動作 在台灣的周邊海域 但你是不是覺得說 剛剛亮哥有特別提到說 過去還有18套劇本 台海危機的時候96年 這次一套劇本我們都沒看到 因為都是政治 我覺得這一次政府的劇本 我們確實不知道 我不敢假設它一套都沒有 因為最爛最爛會有一個疏散逃生計劃 對不對這一定會有嘛 所以至少一套計劃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剛才您談到這個媒體的報導 我覺得不會是空穴來風 而且呢以國防部 我對國防部一些粗淺的了解 國防部應該會比較傾向於 適度的公布一些淡著點 還飛彈軌跡的這個資訊 但是呢根據目前的觀察 可能很多的決定都是以這個 國安決策的集體領導小組為主 所以國防部呢 只是它其中的一小塊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 不管叫做你覺得它進退 失據也好 你覺得它英勇抗敵也好 其實它都是國安團隊 集體的結果 那如果我們今天看到包括一些 匿名的外國官員 甚至國內有不少人都覺得 我們政府的這個應對不是很好的話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把它 歸罪於國防部 而是整體的國安決策的高層 他們怎麼會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那國軍的行動呢 當然它是按照 國安高層的決定之後 才來行動的 所以我們不用給國軍 太多的苛求 而且我們在這個時候 應該要給保駕衛國的 中華民國國軍 一個很大的一個讚 因為只有他們的辛苦 他們在這個台灣周邊 防衛台灣台澎金馬 我們今天才可以在這邊繼續 上節目的上節目 去餐廳的去餐廳 工作的工作 但是我覺得整個國安高層 真的要想清楚 就是說你不把這些資訊 適度的透露給國人的時候 尤其像三軍統帥 他在危機的第一天 去了台北世貿中心的美食展 拿著這個標語高高興興的 跟大家合照 但是呢人家問他 台海危機的時候 一言不發 我覺得這就本末導致了 因為三軍統帥 尤其在危機的第一天 你看中共他又是軍機艦的接近 又是資訊戰的入侵 然後又是經濟上 找台灣的麻煩 太多太多了 三軍統帥其實應該要專心一點點 特別是在第一天的時候 當然有一個可能的例外 就是是不是蔡英文其實 在中國大陸有足夠的情報部件 所以他其實都知道 中國大陸要做什麼 但是根據媒體的報導 我們的情報部件絕對沒有這麼厲害 甚至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媒體 很多媒體都提到 我們在中國大陸情報部件 基本上垮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覺得我剛剛講那一個 當然是我自己 這個自於人的想法 但真正就是說三軍統帥應該要嚴肅一點 然後呢他已經大概有沒有兩年了 沒有面對媒體 所以遇到這個問題 真的要跟記者 跟社會大眾講清楚 所以三點鐘的國防部的記者會 我當然很正面的看待 希望有一些有用的資訊 讓社會大眾知道 好 那在這邊呢 因為此時此刻 兩岸已經是兵兇戰危了啦 那尤其接下來連動 整個美中台的現狀 在某種程度來說 是不是也被打破 那今天當然看到這個消息 我們就 你每天一直被驚嚇 你看到這邊還是會 你知道心臟抽動一下的感覺 就是前新加坡外長 外交部長楊榮文說 佩洛西來台的當天晚上 美中都已經做好了開戰準備 所以美中關係的未來 會有更多的制裁和對抗 那麼恐怕會步入新冷戰 以及冷和平的情勢 那這邊我還是繼續請教這個 黃輝波老師 就是在我要對照 也是前兩天 那個也是非常聳動的 英國軍事專家的撰文說 解放軍攻台的兩套劇本 而且其中如果選擇 其中一套是大規模登陸作戰 將會是難以想像的血腥場面 所以呢 包括呼應到這個 前新加坡外交部長 他的這番說辭 說美中做好了開戰的準備 我們綜合來看的話呢 這給我們釋出什麼樣的訊息 教授 我先講一下比較細緻 所謂的開戰的準備 這個新加坡前萬長 當然其實他在地區 還蠻受人敬重的 但是我覺得在這一方面 我可能跟他有些不同的看法 也就是說兩岸如果在佩洛西訪問台灣的那個晚上 就做好了開戰的準備 我沒有看到解放軍有足夠的軍事動員 在東南沿海 我也沒有看到美日同盟 有很明顯的軍隊調動的這個跡象 所以你說做好開戰的準備 我覺得應該是說 他們兩邊的劇本裡面 都已經有了最壞的情況就是 接觸 然後武裝衝突 然後可能甚至出了一些這個意外 所以後續的部隊就會開始大量的動員等等 我覺得這個劇本是有啦 但是如果說佩洛西訪問台灣 那一個晚上 雙方都已經做好開戰準備 我覺得實務上我沒有看到 好那但是話說回來 當台灣還在一片歌舞生平的時候 確實你看到好像台灣以外的人 蠻緊張的 都比我們緊張 對你看不管英國的這些軍事研究者 或新加坡的前外長等等的 我其實個人也收到一些國外的朋友問我說到底怎麼樣 所以因為有時候有點多我直接回他說 I'm still alive 我直接跟他說我還活著 第一句都是這樣子 因為我怕他們很擔心我 或許我高估我跟他的友情 好那但是你就知道外國人真的是緊張的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解放軍加大對台灣壓力的時候 尤其外國人的這些建議或者他的觀察 我們真的不能掉以輕心 特別是我們剛剛前面也講了 政府沒有給我們足夠的資訊 沒有給我們足夠的資訊 我們只能依靠外來的資訊 判斷台灣現在的處境 那更不用講說新加坡它特別的緊張 因為新加坡它其實 它的國家的生存就是靠自由開放 靠經濟貿易 所以當台海緊張甚至台海發生衝突的時候 新加坡不管是它的區域的穩定 或者是經貿的這些渠道一定會受到影響 所以新加坡從以前到現在 為什麼你看李光耀還有包括李顯龍 他們其實對兩岸都非常的關心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們真的不希望看到台海兵戎相見 他們是不是華人的背景 我覺得那倒是其次 而是台海兵戎相見 對新加坡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我們應該想好 台灣怎麼樣真的做好一個 區域和平者的角色 而且當情勢緊張的時候 我們真的自己應該要先有心理準備 不然到時候事到零頭的時候 政府才突然通知你 要放警報了 敵軍真的到上空了 那我們就來不及了 我們要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